宾利丁的广播突然响了 里面传来的 这是之前每次播放的音乐 安然立马看了一眼时间 离4点45分 只差几十秒 就在这时 宾利丁的老板突然抓住安然的头发 安然向父亲求救 可父亲却只是呆呆看着 安然听不懂他们的对话 只见父亲缓缓向后退去 这时 宾利丁老板将剪刀插入安然的心脏 时间正好到达4点45分 这已经是安然第三次醒来 这次醒来 安然淡定了许多 父亲提醒他赶紧下车 时间不多了 安然抬手看了一眼手表 还剩八分钟 他去问父亲 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时间不多了对吗 一到4点45 我就会死 可父亲却觉得他在胡说 只当他是伤心过度 根本不信 为了证明给他看 安然陪着父亲 再次将骨灰盒放进坟墓 但这一次 父亲却没有去买花 赶紧下车 迟跳 我们下车 待会儿